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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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哩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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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 嘟嘟嘟 小夜之夜 大家好 我是阿達 我是康康 我們是達康.com 大家好 有時候我們在外面 趕時間要去哪裡的時候 會搭計程車嗎 隨便在路邊攔一台很方便 對 可是有時候路上攔不到的時候 我就會打電話叫車了 打電話給計程車行的意思 對… 比如說今天我趕著要去 中天電視台的時候 我就會打電話叫計程車 像這樣 喂 達康計程車行 你好 你好 我要交一台計程車 然後我有點趕時間喔 好的 先生請問貴姓啊 姓程 小程你好 直接叫小程嗎 請問你現在的位子是 我在中山北路跟明泉西路的交叉口 中山北路 對 那明泉西路 對 有交叉嗎 有交叉啦 計程車啊為什麼不知道這種事情 那邊車流量好像有點多啊 我們可以改約別的地方啊 什麼叫改約別的地方啊 好 像是附近有一個 明泉西路捷運站門口怎麼樣 對齁 什麼也對啦 就是因為趕時間才要搭計程車的 麻煩你快一點好嗎 好的 先生不好意思 那請問你要去的地方是 我要去內湖 那請問你要去內湖的目的是 那是電話裡面不方便說是吧 才不是不方便說 是不需要跟你說吧 我想說跟你和司機大哥之間 找一些話題啊 不需要啦 我跟司機大哥不一定要聊天吧 還是我幫你找一個 歌聲還不錯的 不需要啦 好 隨便司機大哥要做什麼 幫我叫一台車來就好了 等一下 你說幾台 什麼幾台 我一個人一台就夠啦 現在你一個人啊 對啊 那我拍一台機車過去就可以了嗎 才不要汽車耶 我要汽車啦 指定要汽車是不是 什麼指定要汽車啊 一般計程車都汽車吧 好 那請問一下 你要什麼樣的車呢 什麼叫什麼樣的車 要不要參考一下 我們的馬車系列 我才不要馬車耶 你夠慢的 不是 你說我們的汽車的造型像馬車啊 不需要啦 先生 我們馬車很可愛的 外面還有南瓜的圖案啊 什麼 是南瓜馬車嗎 對啊 而且我們司機大哥 我會打扮成跟小仙女一樣 有夠噁心的啊 我們的後座呢 在幫你配一個壞媽媽 和一對壞姐妹 都不需要啦 我才沒有要扮成什麼灰姑娘耶 幫我交一台四個輪子的 正常的汽車計程車就好了啦 好 先生您電話不要掛掉 等候聽取車號啊 哭哭了啦 我再也不要叫這家了 您的車號為 好 來了 3772 好 3772 將在三個小時後抵達 我不答了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康康阿達 我們是這個 例如我們生活當中啊 這個剛剛講的 今天是我們的主題客服 客服碰到這樣子的情形 你們常碰到這樣情形嗎 應該是比較少碰到 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比較囉嗦的客服 是有的 對... 非常謝謝你們來賓 通常呢 客服我們最怕人家 她說對不起 對不對 對不起就是辦不到 對不對 但是呢 很無聊的客人也應該有 所以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專業的這個客服 這個多年資歷的莫莫小姐 以前是客服工作很久嗎 非常久了 我以為客服做的後面 都長得不怎麼樣 這有點...對 這聲音好聽 應該是都長得不怎麼樣 才會做客 對不對... 千萬不要這樣 以後我打電話 你們都對我好想 對不起 我只是這樣想 是 客服很多年了嗎 12年了 12年了 所以有遇到很...很無理的客人嗎 天天 這對我們來說 就跟空氣一樣自然的事情 會啦 因為跟老公吵架啦 有沒有 剛打完小孩啊之類的 情緒都不太好 這打電話給客服嗎 我要廁所 我告訴你我老公他 好 今天我們的來賓 張露書小姐 好 好 好 大家好 董露書小姐 大家好 好 其實那今天是有理說理啊 因為我們這裡已經有客服專家 那他一定有很多的經驗會遇到像 我不知道你們是惡客呢 還是說你們有倒霉的經驗 張露書 請說一下 您的經驗是什麼 我有一次就是那個做... 就是從國外嘛 那要回來嘛 那我不是都會跟那個信用卡講說 我哪一天要回國嗎 那我幫我約車子 我要回去 但是就是那個... 就會覺得很禮運 因為我用了信用卡 那可能就有幾次是免費的 這個黑車子 黑頭車 像個老闆一樣可以坐回家 結果那天飛機延遲了 那我老遠在那個國外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會延遲 我就打電話去說 我那個航班會改 打不通晚上 好吧 第二天再打 那第二天再打的時候 他就說很抱歉 這種更改的話 那你必須要付費 那我已經告訴你 而且一般延遲來說 不是都是 只要有上他們那個網站的話 就是應該是 信用卡公司會付嘛 對不對 沒有 他就很堅持 我應該要自己付 後來因為 其實有些時候 我覺得跟一些那種銀行 或者信用卡公司 你合作的時間長一點 還是有用的 就是我那... 我在這家銀行二十幾年 我就說如果 如果這件事沒有弄好 要換銀行 你也算是惡客吧 不是 因為這個... 真的到最後一堆的惡客 都會一切講說 對 對不對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過 因為我的聲音 人家一聽就知道是誰 你不用講 我來猜 是一位這個 做一間大姐大事吧 你真的是嗎 你要不要笑一聲給我聽 好 好 有的惡客會說 我這樣要求很過分嗎 是不是 是 對 你以為我在無理取鬧嗎 真的就是無理取鬧 你還有惡客常常會講 你是不是也講過 你完蛋了 我要看住你 告訴你後門幾號 不要那麼多手 你叫什麼名字 你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贏不了 我怎麼演得這麼像啊 感覺好像有做過之類的事情 真的 像我們還真的不敢 真的也怕人家聽出來 胡孝辰 你看起來 比較像惡客的樣子 我的確是惡客啊 真的嗎 我也是有碰到一個 新聞卡的一個問題 我記得那時候 那一次繳一千零九十一塊 可是我就衝衝看了一下子 那個帳單之後我就忘了 我就直接就... 就匯了一千塊錢過去 就少了九十一塊嘛 就過了幾天之後 我就接了一個電話 那個電話有一個女生打來的 那口氣很不好 她就跟我講 請問你是胡孝辰先生嗎 我說我是 我跟妳講那行動... 那個循環利息的話 妳還差九十一塊錢喔 我跟妳講喔 妳要趕快交到九十一塊錢 妳如果不交的話有沒有 我要把妳的那個什麼 妳會有可能會心理 那個債權不良有沒有 信用不良喔 然後會把妳送到年財中心 對 啪啪...這樣講 講的時候我在那邊聽 她那個時候搞不行 我那時候跑財經的 我就說小姐 我也不會在交... 小姐 你知道我是誰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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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之前都不敢 她已經知道我是誰了這樣 後來我就跟她講說小姐 我說妳要跟她爭笑耶 我就明來也跟她這樣講 說妳在騙我 我九十一塊錢沒繳 我可以再回去再繳 那...好 那妳還告訴我說 妳要把我的這個紀錄 要送到年財中心去 我說至少最起碼要怎麼樣呢 我要連續三個月沒繳 完之後有沒有 才考慮要不要把這個東西 送到年財中心 我說有一定的流程跟規矩這樣 我說規矩 我很清楚 我說您貴姓 好時不時那個女孩子的姓 比較怪 她就渣 渣糧用那個渣 沒有 後來之後呢 我就去把那一百塊錢 再匯過去 匯過去之後 我真的打電話要找他們的主管 他們科普經理 結果最妙的地方在哪裡呢 科普經理有沒有 接著電話之後 他說我幫妳查一下 看看今天那個 整個通話的那個紀錄 他們會有那個通連紀錄 結果那個經理呢公然說謊 他跟我講說 胡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本銀行 沒有任何打電話給妳過 問題來了吧 這個很奇怪 後來我跟他講 那你們有沒有一個姓渣的女孩子 他說有 問題來了吧 那不是你們的 是誰的 所以我當下 趁著銀行關門前的時候 我就殺到這家銀行去 把剩下來的 大概一萬多塊錢的那個... 剪刀 對 就直接剪掉 我當下把它付完之後 我還跟那個櫃台先生說 妳剪刀給我 他說妳要幹嘛 莫莫 妳一定也報過這樣子的課 17.5... 那如果怎麼樣講的話 他就不會生氣 是 莫莫 妳一定也碰過這樣子的課 17.5... 那如果怎麼樣講的話 他就不會生氣呢 是 莫莫 客戶在很生氣的時候 我們會運用一些 比較專業的話術 例如我們可能會這樣說 我們會說 先生 我想妳講... 阿咪老師配這樣子的音樂很奇怪 妳是不是平常打的客服 跟我們不太一樣 妳打的客服是0...什麼...08... 但是有時候撒嬌是有... 0204 沒有啦 沒有嗎 沒有...我是說 如果客服會用撒嬌的 男生一定都OK的 通常像我們這樣比較 就是嚴重的客訴 通常我們會運用一些話術 例如先生如果 如果是胡先生打電話來 如果是我服務的話 我可能會說 先生 我想您打電話來 也是希望能夠解決問題 那您要不要慢慢說 慢慢聽 聽起來你的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我講話就是這麼快 要不要怎麼樣呢 果然是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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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經心軟了 對不對 人家這樣講 人家心軟了 OK啊 這樣很好溝通 不過另外一個 跟大家說的一個小小的秘心 其實客服中心 大部分人員的姓氏 都是一個在客服中心用的畫名 或走跳江湖的藝名 並不是我們真的姓氏 是假的 不要說是假的 它是跟各位一樣 有一個藝名的狀況 請問一下編號呢 有編號吧 編號是真的 對 那要問編號 某某 妳這樣講的話 她欺騙我兩次 第一次是那個女生欺騙我 後來那個經理在欺騙我 沒有 經理沒有騙妳 全部銀行人都姓渣 你家都不會去抓他 沒有 妳家都不會去抓他 那個茶裡茶 是 都姓渣 是這樣子 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同姓的人太多了 譬如說成林滿天下 或姓李的可能有50個 其實他沒有辦法分辨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會遇到一種 非常非常奇怪 很詭異的客訴 他會堅持 我們一定要把客服人員開除 對 所以這時候 我們真的不得不的時候 妳有沒有要那個人把它開除 沒有... 我是有跟他的經理講說 可不可以去好好在教育 你們的客服人員 我覺得你們客服人員的口氣 所以妳知道 客服人員 其實他們在面試客服人員的時候 有幾個很重要的 是 對 妳講一下那個 聲音 除了聲音以外還有呢 通常我們在打電話 通知他來面試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在電話上面 篩選過他的音質 就說其實他基本上 已經在做面試了 而且還會有個很奇怪的問題 看到紅燈 妳會過去嗎 是 我們會問說 請問妳會闖紅燈嗎 妳會闖紅燈嗎 妳會闖紅燈嗎 當然不會囉 肯定不會 妳會用 誰 妳會用誰 我一定會用鳳書的 真的嗎 是 他第一個就是說 他對客服... 他對消費者來說 他在整個服務的過程當中 他比較不會去對抗 一個他其實跟他原來理念 不同的東西 第二個部分是 客服人員其實工作 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每一個動作 包含他今天接幾通電話 他的通話時間多長 他的文書處理時間多長 他有多少時間是 未就去跑去上廁所 或者跑去打混摸魚 在系統裡面全部會被看到 各位 誰能忍受這種工作 他很累耶 真的 很可憐啊 那我們要不要安慰他一下 喂 妳要不要去上廁所 算完了 我再...再... 再開始吵就對了 小燕姐 這不行 通話時間太長 通話時間太長會被 我們現場主管人員 會視為是異常電話 會立刻糾結出來 但是我告訴妳 有的人電話是掛不掉的 當然 我們接過五個多小時的電話 對 你掛掛我電話 你掛...對不對 你掛不是死給你看 我告訴你 我在松山區 好 今天妳碰到什麼樣的 這個惡職客服 我有遇過就是 這個是電信公司的 電信公司通常都還算不錯的客服耶 對啊 但是他就是 他有一些 譬如說有一次我朋友出國 我出國之後 他本來已經辦了那個 網路漫遊這樣子 然後就幾天的一個費率 結果他到那邊開不了 開不了之後 他的手機也沒有辦法 他就打長途電話回來給我 他就說 妳趕快幫我去辦這個東西 我說好 然後我就說我要幫我朋友辦這個 他就確認 他說我沒有辦法 因為不是本人 我說可是他人在國外 我所有的這些... 他怎麼知道你不是本人呢 你怎麼這麼笨啊 我覺得誠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說我不是本人 我幫我朋友 但他人在國外這樣子 最氣的是這個的過程裡面 我要打電話講這個的過程裡面 我剛好就是坐在車上 然後要過隧道 收訊就斷掉 沒了 然後我就重新打一次 他就再換一個客服 然後我全部故事要再講一次 從頭到尾 所以你還是說不是本人 對 我還是說不是本人 但是他就是一直不讓我過 最後的辦法更好 好 像我朋友有另外一個手機 他那個手機是用他的公司的名字 去登記 反而這個不用本人 其實我們在客服中心裡面 我們有一句治理名言 治理名言 是 就是說客服人員 其實展現的是公司整體 競爭力的一個展現 所以其實確實有非常多東西 他跟公司 就像您剛剛說的 他其實不是本人 他真的就是不能解決 但一個好的客服人員 應該他要幫你找到解決方案 是 他必須要給你一個替代方案 譬如說這個情況是不行 他可能需要給你一些線索 例如說你的朋友 有沒有其他的手機 或者您有沒有什麼樣 其他的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他沒有辦法有什麼樣 解決心的出事 打到妳就好了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 有一次我就覺得做得很好 那也是銀行 同一家喔 跟我剛才有同一家 然後他就做得很好 因為我要預約 也是預約那個車子嘛 但是我超過時間 他通常要一個禮拜前預約嘛 那好像那次已經剩五天 但是我還是打電話去說 我要預約這樣 他真的幫妳想辦法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排進 公司的車子裡面 就是他們合作對象的這個租車行 他就另外再幫妳找一個 計程車行還是什麼 做額外單程的服務 那費用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還不錯 很多人對比如說政府機構啦 或者是什麼 你有碰到很糟糕的嗎 那個1999... 講出來了 1999 很多都1999 我跟你講那個東西最好 他服務最好的時候 永遠在選舉的時候 去遇到差不多 他有可能要換人的時候 孟孟小姐曾經在1999服務過 然後是不是選完妳就走了 他叫妳走 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可能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現在政府 真的是一個服務型的組織 就是它真的是已經變成一個服務業 因為政府其實提供的東西 就是服務而已 它沒有提供任何的產品 所以其實對於任何的時間點來說 它其實在整個服務效率上 它其實是確實都是 必須要維持一致的 所以就您剛剛所說的那個狀況 就是選舉期間 服務狀況特別好 其實跟客服中心沒有關係 跟它後勤的配置有關 各位妍妍 想想看 如果您要去報一個說噪音 除了接線人員之外 你後面要有多少的稽查員 稽查之後他到現場 他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譬如說多久之內要完成什麼 多久之內完成回報 對 噪音如果他是吵架的話 等那人來的時候 人家家已經吵完了 對 可是我記得那一次 是在選舉的時候 然後我在光復南路上 插了很多那個選舉的旗幟 然後那旗幟就歪出來一邊 所以那個開車就 大家到那邊都要閃那個 然後我就打了電話去 我在光復南路跟忠孝東入口 打那個電話 我車子還沒有到光復南路 跟信義入口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來說 他們已經派人要去解決 速度超快 然後等到過了那個選舉 因為那個旗幟太差的嘛 對 很有趣 然後過了那個選舉之後 就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已經不在選舉熱潮狀況下的時候 我家就是那種假日 然後有人在施工 在修路 那個早上打一個電話 說怎麼會假日在那邊施工呢 到了隔天都沒有... 他都沒有通知我說這件事情 怎麼用派人來解決都沒有 所以客服是說你打完以後 他還要回你是不是 沒事 我可以幫你加碼深淵 其實一樣在1999 我也是打過1999 你們家對面的話有一個 在新北市 對面有個洗車場 有像那風槍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有沒有 一點鐘的時候還在弄 我打了1999 一共打了五通 我換火了 我直接寫信到那個 市長的信箱裡面去 然後呢 好此不死 就讓我看到了那個 有個警局的車子 然後呢 我一站人行道 在那邊洗車 我就當下把他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我順便把那張照片 PO上去 我就跟他講 請問一下你們那個市警局車子 為什麼會在這一家 違規營業還有有噪音的 這樣的洗車場裡面有沒有 然後拿到一點多還在弄這樣 我就說你要不要處理 第二天 那個洗車場就關了 好 你這牌子 我幫你們扶正一下 沒有... 我想大家甚至說 現在大家就問 他住哪裡啊 Junior頭對這邊要回答牆 讓客服人員也無奈 怎麼有一次你打電話 是人家聽不懂你的姓名 網路購物完之後 他就在客服 跟我斷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費用含郵寄 不是我就要含一方 是韓先生 那你那個含郵寄不叫 一方不是郵寄 然後繼續做 他就說 我覺得 他才覺得 他才覺得 他才覺得撞牆 先生 我們去他要含郵寄 一方不是郵寄 我在想 大家一定很有經驗 去達到某一個公司或這樣 他就說 現在是下班時間 找什麼要請按一 找什麼要請按二 講國語的請按三 講英文的請按四 講台語的請按六 對 還有呢 下午的時候還有 現在是中午休息時間 我到底應該什麼時候打 我上班你還沒上班 我吃飯了你也去吃飯了 然後我下班你也下班了 對 然後永遠都沒有人 約得一到九 對 然後叫你按到九 說如果這些都沒有 那你轉按九 有客服人為你服務 沒有九 然後按九之後到那邊說 按九是說 嘟嘟現在下班時間 回到上一個選項 對 是意思 這真的是客服業界的必要之惡 因為其實客服專員的服務 是非常昂貴的 平均一通電話 在企業這邊的平均成本 大約要一百到兩百五十塊錢 但各位您知道 如果您是採取自助式服務 九十一塊你賺到 不是...重點來 如果它不是0800那種的話 是不用我破產 不是... 不管是不是0800 那個0800都是 再增加一個電話費 那電話費是另外一個成本 我剛剛講的是只有 人員 場地 設備 系統的成本 所以如果再加上電話費 那個企業的負擔其實是更重的 其實自助式服務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譬如說您在語音裡面 取得一個服務 可能平均只要十幾塊錢 你如果在網路上取得服務 可能平均只要5到7塊錢 但真人服務是非常昂貴的 尤其在真人服務這邊 我們可能很多時候 我們要選擇 像各位剛剛提到 很多不同的經驗 您可能我這樣聽起來 其實大部分都是 我們所謂的離風時段 譬如說您可能是 假日的時候打電話 或您可能是 半夜的時候打電話 你有打過電話 那口音不對的嗎 外送素食的那個 他現在轉到... 對 轉到內地去 所以就... 你有的時候打去 炸 你如果一號餐就拿 一號餐 那一號餐什麼漢堡 一號餐就是那個漢堡了 你還要問哪個漢堡 就是他會... 您那兒跟我們這兒不一樣啊 您那兒的牛肉我熱氣 所以有的時候你一過去 然後他有很多的狀態 像在台灣的話 基本上那客服 你跟他說你在哪個路口 譬如說這樣講好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在電視台 你跟他講哪個電視台 他就知道了 那如果你轉到內地去的話 他會不知道 然後你要重新再講地址這些 中天電視台啊 中央還中天啊 中天還中央啊 對 就會很多... 很多要在客服的旁邊 所以是成本很貴對不對 客服的成本其實是非常貴的 所以其實對一個企業來說 他要做一個24小時的客服中心 大概是一般正常上班時段的 兩倍半的成本 所以我們應該要買這種的 我們要買什麼 有客服的 有客服的 是... 所以這其實... 他會賺到 是...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是說你... 因為其實品牌的經營 全部來自於從消費者 非常嚴格的檢驗 所以一個非常... 一個非常好的品牌 他往往在他的客服 跟直接和客戶回應的互動上面 他會定許許多多的 回應的速度 跟回應的一個要求 所以包含我們有很多客戶 我們的客戶會要求說 我們每一個星期都要檢討 一個項目是 我們的客戶的客訴原因是什麼 我們要了解為什麼... 什麼樣原因 我們的客戶不能對我們的企業 滿意 那客訴的原因最多是什麼呢 大部分其實是消費者的期待 跟我們提供的產品有落差 是會有落差 我有在網路上買衣服你知道嗎 明明是L號 竟然就是S啊 不然我怎麼會穿不下 其實他那時候都是收水販 收水販收水販 你知道嗎 你買的是哪一國呢 我已經很仔細不挑日系的我 但是他那個是假的 你知道嗎 有些時候他說是海系 可是可能不是 他可能就是台灣系對不對 對 其實買東西的客訴 應該很多吧 購物台的 所以他們應該要花很多錢 在客服方面 是 所以其實就各位的消費經驗 都是對的 就是說你要找到一個 願意在客服上面去做投資的企業 就代表他在這件事情上 他不是將本求利的 不 代表他的利潤很高 對啊 人家賺10塊 賺30塊就可以做客服了嗎 對 為什麼有一次你打電話 是人家聽不懂你的姓名 是什麼意思 這真的滿尷尬 因為也是網路購物完之後 他的客服 然後他就打來 他就跟我對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跟我對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你那個 含郵寄 就是含郵寄 那費用含郵寄 那我本名叫韓怡邦 所以他就說你那個叫韓怡邦 我說不是 我叫韓怡邦 是 韓先生 那你那個含郵寄 然後那時候我在忙別的事 他講話我就說 沒有 我... 我叫怡邦不是郵寄 然後繼續做 他就說 我覺得 他才覺得 他才覺得 他才覺得撞牆耶 你這兩個比較含郵寄 那含郵寄 我要問含郵寄 你說 先生 我們是要含郵寄 就像人家警察有沒有開發 大家說 叫什麼名字 他說講英文 他說 叫什麼名字 講英文 什麼名字 因為有的時候 一個不小心聽錯 也沒想清楚他講什麼 就鬧小話 很尷尬 我覺得客服其實是有的時候 你不覺得有的客服 我不是說惡客很多 有的客服的客人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特別容易把脾氣發在 客訴上面 因為客訴 會客訴就已經不高興了啦 才會客訴啊 我客串過客服 你客串過客服 對 但是不小心客串 那應該很慘吧 那應該很慘吧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當時我們的總機轉 結果這個是消費者 因為我們以前有在一個電視台 它有購物台 結果它就轉到我這邊來 我這是新聞部的 我那...我是假日主管 也不曉得為什麼 這總機就轉到我這邊來 我拿起來一聽到 結果對方就用一個台灣購物 然後 先生 我跟你講 你們那個... 那個紅衛線紮在內褲 你用內褲喔 很難穿耶 我說怎麼會難穿 不好意思... 我還以為是阿Q我們某條新聞這樣 他說講了半天 我就會搞半天 原來是我們購物台的產品 出了問題 紅外線內褲 我說紅外線索身女用內褲 索...索身... 索身女用內褲 對 還滿凹口的這樣一線 結果後來我就說 那請問一下那有什麼問題 他說 我跟妳講 老婆那時候剛開始買的時候 給我老婆買 買20條啦 穿上去的時候還滿好看的 一下水洗完就變小歪機 你說要怎麼辦 我能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剛才跟他講 不好意思 我說那這樣滿好的啊 正好就是達到了所謂碩身效果 不覺得滿好的 現在不是那個褲子縮水 我說相關的產品裡面的功能 的項目 我才幫你找到別的部門去 他這樣講 他也開心喔 他還滿開心的這樣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開心 所以優惑是不是 客服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很重要 好 其實客服人員 可以幽默嗎 有時候太幽默就再不爽 你還這麼幽默 對啊 不是 我們說的幽默其實是 他必須要能夠自我調適 因為客服人員他的壓力 其實非常的大 在我們客服的訓練裡面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課程 在職訓練課程是紓壓課程 我們有時候會請一些心理諮商師 或者我們會請一些劇場的老師 劇場的老師 對 會帶大家一起來 他老師要請過我同學之類的 他看我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 是... 所以他們會 其實我們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 因為對客服人員來講 其實他能夠決定的事情非常少 但他要去擋的子彈非常的多 所以他要能夠去適應這個工作 這其實是非常不容易 不過就回應剛剛鳳叔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那個企業賺很多錢 其實我覺得現在對政府來講 就是我認為真正願意投資錢的 其實反而是在政府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政府 包含各位所知道的1999 其實現在非常非常多政府專線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 單一服務的一個專線 妳現在在政府機關上班嗎 不是 妳這樣覺得 沒有像 妳想要回政府機關上班 不是 我覺得妳做發言人還不錯耶 妳回答我們這麼雕刻 妳真的耶 很幸福啊 不是 我常常覺得說 怎麼又一個專線 怎麼又一個專線 其實還滿多的 然後我們真的是奧開 對不對 誰記得啊 誰記得啊 都打1999就好了嗎 當然如果您是地方事務 都是打1999 但如果您是中央事務 其實現在中央或油電水 其實都有它的服務專線 什麼叫中央事務 地方事務 譬如說像內政部的服務專線 是1996 所以譬如說妳的身分證掉了 妳可以打1996 或譬如說是 您就直接去打電話做掛師 1996就掛師 譬如說以前妳可能要帶著妳的 其他的證件 去護證事務所跑一趟 現在不需要24小時 妳都可以打到1996 他可以直接幫妳線上做掛師 妳可以說要跑一趟 那他會說妳是本人嗎 他當然會做一些和聲 譬如說他會問妳說 妳上一次 身分證是什麼時候換發的 誰知道 誰會記得啊 他當然會問一些 譬如說妳是哪一個小學畢業的 妳的最高學歷是哪一個學校 因為他會有很多 其他對應的資料 可以去做這個 他的資料比我們多 我自己家裡電話 他會怕我的技不做 很上任 小燕姐 那這不是客服人員 可以幫妳的 真的耶 對啊 所以其實政府專線有很多 像台水就是1910或1911 或1912 它其實都有很多政府專線 那我們要打到哪裡 那我們可不可以打一通電話說 請問有缺水要打幾號 客服中心防騷擾 讓張鳳叔也想學 多說我的奧陪 我們怕的是那種性交流的電話 因為有些資料裡面 我們會備註所謂的 就是我們會把繞結給男生 如果更嚴重 我們會讓他有生有世 只在語音系統裡面聽 更無人願 永遠在忙 現場 最高也用在我的手機 只要不想要接人就說 妳好 張鳳叔現在不方便接接電話 妳語心音量就說 其實政府專線有很多 像台水就是1910或1911 或1912 它其實都有很多政府專線 那我們要打到哪裡 那我們可不可以打一通電話說 請問有缺水要打幾號 妳打天公吧 我問一下 誰覺得這個狀況 但是口齒清晰 這真的是客服人員 最重要的一點對不對 對 就是基本的 國台語 國台語喔 對 國台語 但是呢 如果妳的... 妳的國語很好 但投訴的人國語不好 這個怎麼辦 這個其實要透過 客服的系統來做判斷 比如說像剛剛胡仙有提到 就是說妳下一通電話進去 那個先生就...人就不見了 或Junior提到說 我下一通電話進去 其實就不見了 在客服系統裡面 它其實可以設定Let's Call 就是妳上一通電話跟下一通電話 距離如果沒有超過三個小時 他判斷是因為同一個事件來電的 所以他在電話繞接的時候 他會派給同一個人 所以他可能自己說 我不是剛才那一位 不是嗎 剛才那一位喔 所以他們沒有用一個合適的系統 來協助他做這個服務跟判斷 所以你們選客服人員者 有年齡限制嗎 其實服務熱誠是最重要的 像我們公司現在大概有 600個左右的客服人員 那我們... 因為我們公司是 所以你們是派人到那家公司去的 不一定 有的是在我們公司裡面服務 有的是我們派到 其他不同的縣市政府去服務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些客服人員 他年紀非常大 六十幾歲 他連勞健保 他連勞保都不能投 對 因為他的年紀是大到一個程度 當然他的聲音是聽不出來的 但是就是說這種... 他的心還是跟名字裡一樣 就跟妳一樣 嗨喔 嗨 是 所以就是說 他們其實服務熱誠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們篩選客服人員 有個非常重要的信仰跟宗旨就是說 他是透過幫助別人得到快樂的 他如果可以因為這件事情 得到成就感 很難耶 對 可以 OK 太多了 六十個 其實六十個不是... 在客服中心裡面 大概基本的起跳就是六十 我們厲害的客服人員 一天要接到150通電話 所以證明我服務熱誠做二十年 我想各位... 這真的很困難 所以... 我相信他們回到家 應該就不打電話了齁 很累了吧 其實我們很多客服同事 他們下了班之後 還去另外一個公益團體 或其他的分益力組織 再去幫忙接電話 所以他們就是喜歡服務人群 是...喜歡講話 喜歡什麼 喜歡跟這種 每天都充滿怒氣的人講話 對 其實我覺得 現在想想喔 當然你自己在碰到 客服人員這個... 有時候真的很生氣喔 因為人難免有情緒的嘛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跟人家吵過呢 我覺得你脾氣不是很好 吵過不會喔 是那種脾氣滿好的 只是那個記者的性格 跟客服人員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剛剛聽她講的一些條件 因為基本... 記者的性格基本上 第一個 第二個她有 第三個她 所以你跟她講一的話 她絕對不相信她是一 她認為有可能是二 因為那位人家那個一 妳把我騙了這樣子 所以妳在欺騙我這樣 所以我們常會有這樣子 跟客服人員之間的 一些這種衝突這樣 人家說 胡先生 我一定會幫妳辦好 你說 對不對 不過我們曾經 我曾經在一個台的時候 我曾經找一個女記者要去就是 去找客服人員的麻煩這樣 因為我們想做一條新聞這樣 結果我想那個客服人員 真的很好玩這樣 她就是 我們這個女記者就喬到一個就是 她被銀行就吹債 受不了了 結果她就打電話過去 她說 小姐 妳們銀行這樣子吹 我跟妳講 我都好想去死 妳知道嗎 妳真的逼下去 我跟妳講我真的要去死 這樣子 就知道客服人員講什麼 因為我們在旁邊 有聽那個電話錄音 那個客服人員就講說 小姐 真的不好意思 我對妳的處境感到非常難過 不過如果妳真的要選擇 如果走這條路的話 還是麻煩妳先把錢還了再... 她永遠都走不上那條路 錢不還都不能去死 好可怕 然後這幾年 因為台灣真的 是一個服務很好的地方 尤其一比較之後 覺得台灣更好 大家就更往這個方向努力 你知道 那那時候大概六七年吧 然後六七年前 也是一樣 信用卡 我最常就是跟信用卡中心 有一些問題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在那個戶頭開戶 那個銀行開戶 那辦了那個卡嘛 那妳是不是每次都要去繳錢 那妳說繳了之後 就會有一個 也是一樣有那個 譬如說 什麼它轉寄到什麼下一... 就是妳不常用 所以會有那個就是什麼 年費還是什麼 它自動加進去 那我們不曉得啊 好 那就這筆年費 就轉到下一期 我就說沒有啊 我已經取消了什麼 還有年費 它會自動轉 妳跟它取消 它已經轉出去了 然後那免費我就沒繳 沒繳之後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 把整個債務還是什麼 都是挪... 他們銀行好像以前會發包出去嘛 就給那種討債公司你知道 那口氣就是黑道耶 就說小姐耶 500塊妳還不起喔 我看一下妳的資料 張鳳書 那什麼電視呢 這樣妳鼓勃可能害不去 現在是怎樣 就是這樣太多耶 真的 妳確定妳不是打到什麼糖口去嗎 而且是個女生 而且會用那種很奇怪的講話方式 我也是 我不囉嗦也就是 把那卡剪了 對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說 我就說好 因為妳沒有必要跟基層的講 因為他也沒辦法做什麼決定 妳這個就是直接就往上去了嘛 這一定不是妳們公司的 肯定百分之百不是 對 然後... 就是這樣五六年前的事情 後來我就是直接就打到那個 那時候那個... 就銀行的轉介轉介 到經理那邊去 我就跟他講了這個事情 然後我跟他講 我是幾月幾號取消你們的卡片了 那你這個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你看 最近只能去炒 炒心酸的 你知道嗎 他也不能給你取消 他也不能幹嘛 所以他會說你這樣子 你剛剛明明罵得很兇了對不對 然後說我是張鳳書 演電視那個嗎 對 你很糗嗎 對啊 何必去那裡 我覺得這邊會應該有字幕 對啊 後來我只要沒有在那家銀行 有戶頭能夠存一筆錢 你們就自動扣款的呢 基本上我就不賣那家銀行的卡 對不起啊 好像我們都針對銀行的客服 其實不是了 是因為他們都是在銀行喔 對 比較多的經驗 其實...客服很多了 其實像購物台啦 應該很多 電視公司應該也很多吧 電視公司喔 有 對不對 有人看了節目就出來罵... 對 我以前有在某一家台 因為他的色彩比較特殊啦這樣喔 然後呢 所以他也是一樣 就沒事就轉過來 因為客服沒有辦法解決 他就要轉到上來 要新聞部這邊來回報 找你的主管來 對 他就跟他講就是說 我跟你講 你們都是... 你們都是挺那個顏色的 我跟你講 你這樣看不下去啦 你在這樣子 我要砸電視啊 就講一大堆 一個歐巴桑這樣講 聽完我就說 我說小潔 我說你要知道 這世界是美好的 你知道 這世界的美好程度 就有如像那個 淒慘泥虎一樣有沒有 何必砸自己的電視 有藍有命的話 有只有這樣子 如果只有一種顏色的話 沒有另外一種顏色 你不覺得很孤單嗎 所以這個樣子的話 你要感受那種孤單的那種美 那種併存的美 不是孤單美 併存的美這樣 聽完講完之後呢 你要不要考慮用他一下 不...他完全不合格 他完全不合格 他完全不合格 如果是我們的客服人員這樣做的話 隔天就會被開除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客服人員 不能去捍衛 或者是去說明這個政策 我們只能做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一個Gateway 我們要轉介 譬如說像如果是 剛剛這個狀況是我們接到了 我們會說 就是他一定會一直講... 那客服人員的訓練是說 你要停下來聽我說 所以他在講話的空檔當中 我們就要說 這個部分我幫您再做 現在我跟您做一個歸納 就說您今天有三個主要的訴求 第一個 我隨便講 他在講這個時候我就瘋了 是 我已經講了那麼久了 妳又再給我整理 重複一次 是... 對 因為我的當職的角色跟單位 是解決問題 不是來做客服的橋樑 我必須要讓他滿足 他的那個想法 其實你講完應該他滿足 其實也就主管才能這樣做 是啊 所以因為我可以負責 我可以有能力解決他的問題 所以後來那個我發現 很高興啊 嘻嘻哈哈 叫做還歡迎你們繼續支持本台 我就敢掛電話 也是個方法 就客服人員來說 他不能做像胡仙這樣的事情 但是就我們客服人員來講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說 整理歸納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讓他說 而且讓他相信我們聽到了 然後告訴他說 你第一個訴求我們會怎麼處理 第二個訴求我們會怎麼處理 第三個訴求我們會怎麼處理 然後趕快把電話關掉 其實今天我們突然發現 就是把整理買的 但是我們覺得 整理歸納 就是讓他說 而且讓他相信我們聽到了 然後告訴他說 你第一個訴求我們會怎麼處理 第二個訴求我們會怎麼處理 第三個訴求我們會怎麼處理 然後趕快把電話刮掉 其實今天我們突然發現 我們就是把客人跟客服之間的 距離拉近一點 對不對 就是說 看別人做事都覺得不滿意嘛 但是我也很想知道 像你做這麼多年的客服 你覺得哪幾種的客人 是最惡客 你們會不會一聽到 他拿起電話來 就已經知道這個傢伙 應該是惡客 其實通常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被備註 但我們在資料裡面 我們會備註所謂的 所以電話打進去 就會自己說黑名單 不是 他電話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 然後大家都不敢接 不是 像各位一定是我們的VIP 我們VIP跟黑名單 其實基本上是同一個原則 就是說如果您是重要人士的話 我們在你電話進線的時候 我們會派給重要人士 我們會派給資深的客服 我是最好有別的聲音 OK... 其實我們... 我們的看法就是說 坐這一行久了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OK 我們怕的是那種性騷擾的電話 會喔 性騷擾 那個不應該 非常多 就是打小姐 我只是想要聽聽妳的聲音 我覺得妳的聲音好性感 會喔 有的 一定有 一定有 所以我們在這種狀況裡面 所以他打來 妳就男的聲音出來 就是有幾種狀況 第一種是我們會把繞結給男生 第二種 它如果更嚴重 我們會讓它永生永世 只在語音系統裡面聽 不會再出現 可以這樣子喔 系統其實都可以做的 所以妳是不是都是妳 我就覺得語音好久喔 不會說我的語音好久喔 所以如果您是我們的VIP 您可能是我們某個企業VIP 其實妳在電話進線的時候 我們如果能判斷出妳的Call of ID 您其實是不需要聽語音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終於得到了答案了 如果妳打電話 常常去騷擾別人的話 妳將一輩子只聽得到 語音訊息 語音流程 語音流程 我只是叫車友的時候 比較晚出去而已 有必要把我設成這樣嗎 妳一定是含遊記孩 沒有 所以只是系統可以這樣繞的 可以啊 系統最早也用在我的手機 只要不想要接人就說 您好 張副祝 現在不方便接聽電話 小留言請問 有啊 現在的手機有黑名單啊 也是會這樣子嗎 可以...謝謝老師 它可以有...根據Call of ID 它可以有不同的繞接 對 妳語心一樣就說 是... 請再聽到B一聲之後 掛掉不用電話 妳的電話我也不會再揮 我覺得也要替Call of ID妳講電話 真的有很多人沒有事情 就打電話去騷擾 非常多 尤其是大夜的電話 通常是一次的通話時間都很長 所以我們大夜的人 為什麼很多人會抱怨說 晚上接不到人 因為晚上電話很少 通常你只會排一個 最多是兩個 你若是排一個的話 他去上個廁所 你可能就避失了 第二個情況是 他只要被一個人纏住 那他今天所有電話都會廢掉 那如果被纏住可以掛他電話嗎 根據不同的企業或不同的公部門 他有不同的規定 有些公部門他可能可以規定說 因為反正都有錄音嘛 聽見之後他在騷擾 不行...我們是執行單位 不能這麼自作主張 所以我們會經過一個審核的條件 譬如說他已經來過幾次騷擾 而且他的如何去判定 他會有個積分 有個基點 確定他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才能提報說他是否符合 然後要經過我們業主審核 影中還跟著去輸尾牙 OK 他會有一個... 他會有一個計算的方法 我們叫做風險控管 風險控管 對 風險控管的一個係數 所以你看各行各業喔 這個... 孟孟小姐她其實她的公司 就是專門做資訊協力嘛 就是說其實你們是訓練客服人員 然後外包或者是去那裡服務 對不對 吳先生 你懂了嗎 懂了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有一家銀行 為什麼每次我打過去 要轉接到那個客服人員的時候 總是會把我跳出來 然後就斷掉了 了解了喔 這一定不要解的嗎 我是黑名單嗎 你是黑名單嗎 其實通常這個狀況 應該是他們的系統的問題 你就是惡客 你果然知道解決總統 叫你們董事長出來 今天是董事長打在幹嘛 好 其實我們要再講 其實呢 當然你在處理 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當你很不滿意的時候 你是可以打電話去克服 申訴你的不滿意 但是呢 其實也要體諒一下 在接電話的那一頭 也是一個工作人員 她的辛苦 其實解決問題是最重要的 今天非常謝謝孟孟小姐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